嗨大家好我是小鹏 今天又是我来分享Mac使用技巧的时间了 前面我们讲过预览和仿杂的tips 这次来聊聊邮件这个app 现在不论是工作还是生活 你都或多或少离不开邮件 在Mac中你可以把文件或者照片 直接拖到邮件应用上 这样会打开一封电子邮件 在附件中也已经包含了该文件 如果你恰好也使用iPhone或者iPad 在电子邮件中左上角找到文件 选择从iPhone或者iPad插入 只要你使用的是同一个iCloud 并且打开了WiFi和蓝牙 就可以很方便的从移动设备 添加照片扫描文档等等其他的操作 很多时候我们在一台设备上写邮件 然后需要在另一台设备上去完成它 这个时候就可以使用接力Handoff来进行 当然还是需要同一个iCloud 并打开WiFi和蓝牙还有接力功能 地址栏的快速检索功能是非常好用的 你可以通过名字或者邮箱地址 快速定位收件人 不过你也一定发过不少临时邮件 我们可以在左上角窗口中选择以前的收件人 在这里可以删除那些地址 让它不再出现在地址栏快速搜索结果中 这样就精简的不少 你日常在搜索箱中使用搜索来找电子邮件 其实还可以通过查找标签来定位 比如发件人或者特定的日期 比如某年某月某日等等都可以 OK最后一个 如果你使用iCloud邮箱地址 你可以最大发送5GB大小的附件 苹果称它为Apple Mail Drop邮包 要使用它 请确保在邮件App偏好设置中 选择打开邮包超大附件 它不会再用你的iCloud空间 而且30天之内有效 好了今天所有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也知道其他Mac邮件使用技巧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分享 当然这些内容你也感兴趣的话 请记得一键三连 YouTube的小伙伴也别忘记打开小铃铛 我是小鹏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Will you listen now?